嗨嗨 一個人登山這次來到大坑步道 台中的大坑步道非常著名 有非常多條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這次特別選五號開始 是因為它從五號上 五之一下 是一個O型的路線 比較特別是它一路可以連接 一到四號步道 先選這條路線是因為 它沿路都有很好的展望點 那我們就看看這條路線 可以帶給我什麼驚喜 GOGO 今天大概會走三個小時多啦 三點多公里吧 五號步道是台灣 午夜松分布最多的地方 還有一個特點 這條步道它經過的亭非常的多 那我也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在亭裡面有看到很多美食 有酸泡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下次帶一個空碗 然後如果有遇到彈得來的山友們 搞不好他們會分我一杯羹 你就是這樣爬嘛 再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連五之一都爬下去 你爬下去你的那個圖就會顯示好像一隻蝴蝶這樣 非常感謝這位熱情的山友大哥 因為他知道我想要去挑戰一到五步道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如果爬完之後就有一隻蝴蝶的圖案可以收集起來 而且他還說 有個人更厲害就是這邊爬對不對 他會回去九號那邊 那個六到十全部爬完 就是一個早上一個下午 整天都在大坑那邊爬 出來遇到不錯的山友真不錯 突然遇到這位大哥 發現他非常的辛苦 為了大家有水喝 他就幫忙把水提上去 你看這個是他的汗 超辛苦的 我都可以拍到你的汗了 哇大家看到一路沿著木棧道走 你就有那種視覺延伸的感覺 走在木棧道的上面真的特別的舒服 而且隨便拍都是一張美圖 走著走著就走到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啦 但是有點高 好在出發前就有人說就是巨高的要小心 我就心想說這那麼安全 有什麼好小心的 終於可以動 如果走在這邊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下面 對於巨高者 確實會有一點害怕 可惜的是當天天氣不太好 拍不到什麼美照 不過還好還有發現 某一角有藍天白雲的背景 拍起來也相當好看 登山過程總是會遇到很特別的山友 那今天就遇到一個 得了罕見疾病的小夜 我是在33歲發現這個疾病 然後我通常是在半夜的時候 整個巴坐起來 然後直接住到警察室去 哇 然後現在因為這個疾病是很坦見的疾病 然後打吃的藥導致我白血病症狀 啊所以有時候會是白血病罰坐 有時候會變是那個 柯老師真罰坐 辛苦了 一次進去都十幾天才出來 啊所以有時候真的是把那些這些最免疫的風景要拍起來的時候 在醫院的時候 因為人只要是在空殿太久的話 然後又是一個人的住院 心情會很欲阻 雖然我都把那些影片拿來看 太美好 最近髮子好漂亮 然後整個心情都變得很好 沒想到愛拍照的他看到我在上一個場景拍照的時候 他覺得我拍照的畫面特別認真 所以他忍不住的幫我拍幾張照片 好看 而且你把我放在那個中間那邊 對 好看好看 然後這是你第二張 是不是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小葉他真的是還蠻認真的 雖然住院的時候非常的無聊跟孤獨 但是他都會掌握時間學一點東西 住院的時候太多時間了 我就會開始學一些熊照片啊 一些那個美式的料理啊 他會實在實在研究 哇真的是超感謝小葉的 因為他跟我分享超多他的故事 聽得非常感動 那也真的很希望他可以繼續的樂觀 健康一直下去 然後去更多的地方 拍更多的美照 讓他好好的享受生活 在這裡只能說小葉加油啦 五花步道一直往前走 就會經過台中市最高點的頭科山 哇在這個制高點是不是往台中市這樣看 是不是很美呢 當然欣賞風景之外還有一個地方我更喜歡 他很適合吃東西喝咖啡 好好放鬆看一下風景 非常的舒服 我覺得今天氣溫是23度 我覺得今天氣溫是23度 然後再加上人不多 所以其實整個行程啊 我覺得都很舒服 我蠻注重就是拿登山杖 但是我覺得這個五花步道 它其實維護得很好 所以旁邊有一些扶啊 還是什麼握啊 我覺得都很方便 所以安全性夠啦 反而你假如有那個登山杖 你還不知道要插哪裡 第二個比較重點是 下坡的時候 反而是要注意踩點 因為我剛剛 真的是太大意了 不小心扭到 因為它是圓的嘛 不像我們是那種階梯式 所以如果你腳有一個重心步 你稍微會拐一下 大家記得這裡吧 就是我說的那個比較巨高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繞一圈 是從這邊 還記得到以後 五之一 回程走五之一步道 它比較好走 它不像其他步道是原木步道 顏如它可能比較沒有風景可以看 但是它走起來是舒服的 那走著走著 很快就走到五之一路口 那五之一路口到五號路口也很近 走一下就到囉 哇 五號登山步道 所以我們要往這邊 回去停車的地方 好那最後最後跟大家分享 快速的分享 就是如果你是新手 想要一個人來 我覺得很OK 然後記得就是戴毛巾 然後帶煮水 如果水大概帶一千三左右 所以你們可以帶一千啦 因為今天是二十三度 所以當然就是越熱就帶越多 然後毛巾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充電器也帶一下 然後我個人認為覺得 五之一的路線會比霧更輕鬆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又可以經過二哥頭三 那下來的時候可能會多繞一圈 但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反正你走過嘛 才知道他那種感覺 好啦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然後把影片傳給你喜歡登山的朋友 那也希望今天影片中的人物的分享 有讓你得到一些安慰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